原标题 李鸿章为何要把闺女嫁给个老头子 婚后生活怎么样 后代家喻户晓近代时期的清政府 实际上已经到了快分崩离析的阶段 而当时的掌权者并不是当朝皇帝 而是慈禧 我们知道慈禧和一个女人 能够击败众多王公大臣 掌握国家的权利 确实不简单 但是她不善于治国 想干实事的没有权利 而掌权的又没能力 结果可想而知 虽然统治者昏庸无能 但朝中的大臣不乏一些实干派 他们一边的应付好太后 一边又大和洋人周旋 还想着为国家做些实事 家缝中艰难求生 而笔者今天要提到的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 李鸿章在清末时虽然有很多争议 比如说和列强签订的条约 丧权入国 毫无引读器杰克研 但她的确做了一些事实 比如说阳雾运动时她创办的招商局 不仅在当时做得非常成功 涉足各个行业 直至今日仍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又比如说其创立的新式海军等等 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虽然最早夭折 但是却未开创了现代海军的先河 显然李鸿章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不过当时的中国只能彻底推翻重建 而这就不是机能改变得了的了 当然像李鸿章这样的人 做事肯定会经过精心考虑 才能够步步为止 不然很难做到她那个位子 可是对于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 她却有些草拽头 她将自己的宝贝女儿 嫁给了年纪大很多的张佩伦 二人年龄上有17岁的差距 而到此之前 张佩伦已经有过两任夫人了 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何李鸿章会将自己的女儿嫁嫁 李鸿章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因为看重张佩伦的才气 张佩伦也确实有才 文学造诣深厚 因此对她颇为欣赏 并且张佩伦在瓦青时期 事关缘中少有的主战派 她觉得不能对洋人一味的忍让 而应该主动出击 这一点李鸿章对其也不过 当时她并没有什么 发语权 而此后张佩伦在对外作战中遭遇惨重失利 为此还入过监狱 而李鸿章带她不包 在张佩伦最为落魄的时候 还是她伸出援手 在生活上给了起很大帮助 而张 李二人结婚以后 尽管年龄上相差悬殊 但是夫妻生活却非常和睦 当时张佩伦已经辞管 二人终日在宅邸里享受生活 讨论文学 前侠之余还能小酌一杯 最终张佩伦在与李结婚后十余年 便因病去世 不过他们的后人辞后 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部 张佩伦的后人想必大家都听过 或多或少都读过她的作品 此人名字叫做张爱玲 身为张佩伦的孙女 张爱玲很小的时候 便开始接受教育 当然这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 而张爱玲自幼就十分聪明 在写作方面天赋异禀 六岁的时候 当同龄人还在学习识字的时候 她已经开始写小说了 此后由于甲岛中落 张爱玲跟着家里人搬到了香港 但是在此期间又惊 立了战乱 这导致其心态上发生了变化 渐渐悲观起来 这对其之后的创作风格 也产生了重要理想 读她的小说 能感受到明显的与众不同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也开辟了很多新的写法和思想 这对现代小说的发展 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此后她在文坛混得风生水起 名气也是水涨船高 写很多作品获奖无数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想不到当初外人不看好李鸿章 给张佩伦和其女儿安排的婚事 但是却造就了这样的结果 魏文涵培养了一位天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